北京时间1月9日 本周末中国足协于成都召开了第11届执委会第5次会议 中国足协主席陈旭元等23名执委会成员出席会议 陈旭元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陈旭元在足协的命运 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反转 还会继续留任 这些这次足协讨论的事物比较多 就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 以及职业联赛献星 足球青少年培养 教练员培养等很多问题进行了沟通 陈旭元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我们也看到像孙文高宏波少嘉一等足协中高层 也都出现在最终的大合影当中 陈旭元仍然坐在c位 高宏波坐在他的旁边 这都充分的说明陈旭元相对来说位置还是比较稳的 国足在今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遭遇到惨败 提前四轮基本上就已经失去了出现的希望 而女足这边情况也相当不妙 在东京奥运会上2比8耻辱惨败 另外职业联赛现在出现血崩的状态 禁食之球队出现不同程度的欠星 财政状况非常困难 中超未免冠军江苏苏宁直接死亡 这些都令人非常担忧 而这都是发生在过去这大半年的时间里 都是在陈旭元的任上出现的状况 所以陈旭元毫无疑问也被球迷们诟病不已 在此前和体育总局进行沟通的会议上 陈旭元曾经公开的承担责任 表示自己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 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可能体育总局还是愿意多给一些机会 毕竟中国足球接下来面对的事情是比较多的 任务比较艰巨 特别是2023年还有亚洲杯的比赛 或许考虑到稳定性 体育总局暂时并没有动陈旭元 对于体育总局来说 这件事其实也很伤脑筋 因为陈旭元是足协第一个任命的体制外负责人 如果说在他这里还没有走完任期的情况下 就让他提前换掉 确实有点打自己的脸 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意思 所以可能总局也需要再忍耐一段时间 可问题在于陈旭元跟在李铁身边 陪着李铁出征了107天的时间 连李铁带货和在发布会上发飙都管不了 他真的能管好中国足球吗 感谢您的错事项目 感谢您的错事项目